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燃烧需要三个条件 氧气 可以燃烧的可燃物 比如纸张 木头等 以及足够的热量 这三个条件也被称作是燃烧三角 我们想要扑灭火焰 只要想办法去掉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常见的泡沫灭火器在灭火的时候 就能喷射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泡沫 它们粘在燃烧的物体上 使物体与空气隔绝 从而也就没有了可供燃烧的氧气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神奇的灭火器 你需要准备 你需要准备蜡烛 火焰 水 凉杯 苏打粉 白醋 回来 我 previously看到了 她需要准备 脆阳 最英 sci普通 美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不是很神奇 这不是魔法 这叫做科学 当我们把小苏打和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会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碳酸 但是碳酸很不稳定 会被迅速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凉杯内冒泡泡的就是二氧化碳气体 当我们倾斜凉杯时 大量的二氧化碳会隔绝蜡烛燃烧的氧气 也就破坏了燃烧三角 火焰就自动熄灭了 注意玩火很危险 请在爸爸妈妈的盆筒下进行实验 我来喝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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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感谢观看